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针对部署中短程核武器的欧洲国家 而是针对美国本身 这是迄今为止 普京队有可能进行的新的军备竞赛做出的最强硬表态 普京表示 俄罗斯并不寻求对抗 不会率先部署导弹 以回应华盛顿这个月做出的退出中岛条约的决定 华盛顿本月决定退出1987年当时美苏签署的中岛条约 称俄罗斯违反条约规定 该条约规定 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欧洲部署中短程导弹 中岛条约的废纸 可能会引发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新的军备竞赛 此番言论 是普京20日在莫斯科向俄罗斯联邦会议 发表2019年度国情咨文时说的 普京称美国在欧洲部署新导弹的任何举动都将让莫斯科别无选择 只能做出回应 因为那将大幅度的缩短美国导弹 到达俄罗斯的时间 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 俄罗斯希望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 但是在必要时 随时准备自我防卫 葫芦认为 川普总统宣布退出中岛条约 引发了美俄的军事对抗 对世界和平带来了隐患 接着 葫芦与宁寥寥寥达赖喇喇嘛出走事件 60年 纪念日将近 西藏进入敏感期 每一年3月10日都是西藏的敏感日子 在1959年的这一天发生的西藏抗暴运动中 解放军武力镇压了西藏藏民的起义 原西藏政府首脑第14世达赖喇嘛 被迫流亡印度 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 此后几十年 藏族民众每年3月 都会进行各种纪念活动 今年更是迎来了60周年 中国政府也明显加强了 对出入藏区的控制 美联社近日报道 中国政府按照往年惯例 于1月30日就启动了禁止外籍人士入藏的禁令 多家中国有入藏旅行业务的旅行社均表示 持外国护照的人士在4月1日之后才能入藏 工作人员的说法更为直接 政策限制每年这个时候都是禁止入藏的 有些时候是3月份 有些时候从2月份就开始了 目前中国政府控制外籍人士进入藏区 主要通过入藏函的形式 根据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官方网站西藏旅游网的消息 外籍人士去西藏旅游先要取得中国的签证 其次有旅行社代为申请入藏旅游的证件 即入藏函个人无法申请 飞机入藏需要原件火车进藏也至少需要复印件 葫芦认为中共应因事而变 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 通过中间道理化解民族矛盾 最后 葫芦与您寥寥君老虎房峰辉因受贿行贿 被判无期徒刑的是 曾被中国媒体誉为军界举足轻重的 要眼江心的原中共中央军委联合身谋部参谋长房峰辉 2月20日被军事法庭已受贿行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数罪并罚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中国官媒新华社公布了房峰辉被判刑的消息 1951年出生的房峰辉 1968年参军 1998年晋升少将 2003年升任广州军区参谋长 2005年7月晋升中将 2007年年仅56岁的房峰辉 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成为当时七大军区司令员中最年轻的 2010年7月19日晋升上将 2012年10月18大前夕 直接升任总参谋长 2015年11月 在习近平队军队进行调整时 任新成立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首任参谋长 2017年8月被神秘撤职 房峰辉2009年曾出任国庆 60周年阅兵总指挥 陪同时任中共军委主席 胡锦涛检阅部队 被视为胡锦涛亲信的房峰辉 在中共十八大后多次随习近平露面 发表挺习 及效忠言论 并于2017年4月陪同习近平访美 参加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的首次峰会 房峰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 2017年8月21日会晤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苏拉鹏 但仅数天后 中共在官方报道中 就确认李作成以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身份出席活动 预示房峰辉被撤职 而8月底就传出房峰辉遭调查的消息 房峰辉在广州军区时的搭档 后任总政治部主任 中央军委政工部首任主任的张扬上江 2017年8月底也因刑贿受贿等罪名被调查 不过张扬同年11月23日在家中 自意死亡 葫芦认为中共判处房峰辉重刑 与内部权斗相关 习近平希望牢牢控制军权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明天见